要會動 你現在要把肩放鬆 肩放鬆以後 肩 這是肩嘛 是不是 這是肩嘛 這是肩 以肩來講 它的前後 它的前面是走 後面是肩甲骨 所以我要活動它的時候 我要活動它的時候 我不要直接從它來改變 第一個我可以從這裡來改變 它鬆掉 你看這手手一翻 它是不是往後了 有沒有 第二個你可以用肩甲骨來改變 肩甲骨一收它是不是轉了 它是不是往後轉了 所以關節的使用竅門在這邊 竅門在這裡 我要用走 我要用走 我不能直接用走 我直接用走 走就硬了 走就死了 當我要用走的時候 我是用肩 我的走是鬆的 我用手腕 手腕 往內一打 走就出去了 所以我們在用走的時候 你不是去用走打 你不能用走去打 那個走已經死掉了 走不活了 所以要用走的時候 我的手這樣放著 我要用走 第一個我可以用手腕 我在這邊你看走鬆的 我手腕一起來走就打 走就出去了 它是活的快的 又有力量 是不是 第二個我可以用肩 肩啊 是不是 我要打 我要打這個走 我的肩一延伸出了 走是鬆的 是不是這樣子 打走你不可以這樣子打 這樣打那個走就死掉了 知道的嗎 所以你要用什麼關節 不能直接用它 這就是 這就是五行裡面子母的關係 是不是 金生水 水生木 金是水的母 木是水的子 是不是 你要改變水 你要改變腎 你要影響腎 你不能直接從腎來 因為腎已經虛弱了 是不是這樣子 你要從哪來 所以中醫講虛則補其母 虛的話 你要去補他的媽媽 讓他媽媽變好 媽媽就會有能力 來照顧這個孩子 是不是這樣子 實則謝其子 他如果太精力太多了 怎麼辦 從他的小孩子 這個媽媽精力充沛 讓他到處亂跑睡不著覺 可以讓他去照顧小孩子 他的精力就有地方發洩 是不是 所以中醫裡面的 實則補其母 虛則謝其子 也是告訴我們 你要改變這個東西的時候 你要運作它 不能直接從它來 要從它前後母跟子來做 來改發 對呀 老師要逼啊 老師要逼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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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啊 對呀 知道了嗎 關節的使用也是一樣 每一個關節有它的前後關 關節 所以我們講它相互為根 關節是相互為根 你要用手腕 你不能直接用手腕 你一用手腕它死 它死了 對不對 你要用手腕 你要用手指 手指 這個是手腕 手腕活的 有力量 不能用手腕 一用手腕 他 它鎖住了 這樣懂嗎 啊 所以練這個東西就是練一層一層的 用手指 用手指 用手指來改變手腕 用手腕改變手肘 用手肘改变肩 用肩改变肩胛骨 用肩胛骨 沉下去改变腰 一直下去到腿 一层一层走 好 你们自己回去练